一般认为说受伤可能就是说 它有疾病或者是说 它皮肤流汤或者是说有些伤口 有的是也会干扬 原因是因为有的面膜它成分的关系 它当面膜的补水是有 可是如果让你面膜里面有一些 其他刺激的成分的时候 你会敷完会更不舒服 所以还是满看产品的性质 如果你脸上有伤口发炎 你敷过面膜里面有香精香料酒精 那你敷的时候当然会不舒服 但是如果说你的面膜很单纯 它就是水 那你可以想象只是清水 这种感觉其实不一定会很刺激 那反而是说那敷完之后 你再擦点乳液 其实这样子对皮肤 是会有一些好的这个感觉 只是我们通常可以看到 就是说面膜通常是加了蛮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你只是想很简单的让它 搅持成冲水就好 可是它却给你更多其他不要的成分 让你吸收进去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反效果 所以还是蛮看这个面膜产品 它设计的目的这样子 有什么事 我是蛮看这个面膜的 是蛮看这个面膜